Hello 大家好 我是Nick Sir 大家很久不見了 因為之前比較忙 我其實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拍一段影片 其實今天我拍這裏是甚麼呢 其實想講一講關於作文 其實怎樣可以考慮項目 或者其實還有就是審題功夫要做得好些 更加重要其實就是寫篇文裡面 其實組織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為什麼老師經常跟你們說 你的採訪不夠 有些東西好像是三篤被 或者是很拖字的去寫 其實這些問題老實說是很常見的 其實又沒有方法去解決 其實我今天就給大家一個方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怎樣去拆題 怎樣去寫一篇文章 寫得內容會更豐富 好了 今天我就給大家看一條 這個File 還有就是向PEATER 用粉紅色贏國圈圈這個部分 imagine that you leaveHongKong in 2008 zu study overseas you return to city in 2015 write letter to Peter a friend you made while you were overseas and describe the changes in HongKong and how you feel about them 好了,就是這條題目 其實我現在想給你們半分鐘去playplay 可以寫什麼的 好,應該差不多了,半分鐘 其實這條題目,我先拆一拆題 拆題的功夫呢 我們其實就是 當然不會把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要降低 其實這裡就是 比較重要的 就是寫 就是describe the changes 好了,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我不是說你們不知道 這條題目是講改變 第一樣要注意 有s 的 有s 叫什麼意思 有s 就是說你是要 more than one 起碼兩個,甚至是 理想一點會講三樣 跟著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how you feel about them 就是你對於這些改變 你有什麼感受 首先,其實除了說 changes 是多於那樣 之外,其實這裡 它只是說 change 其實有一個要想的 究竟我是想說一些好的改變 或者是說一些不好的改變 還有就是如果 比如說我寫一些好的改變 那就是我覺得 比如說是開心的地方 或者是 老實說,比如說你問我 我經常覺得香港這七年來講 現在變得更加差 更加不開心 那你講一下你不開心的地方是哪 或者是經常覺得哪些人 要拿去變私 要拿去批評 例如說 例如六八九這些賤人 那你就可以寫說 他自從一、二年上位之後 搞到香港的粒粒亂 或者搞到香港其實 吃又沒得很好吃 讀書好像你這樣讀得很辛苦 又沒有大學 大陸人進入大學位 其實你可以說的 這些全部都 那還有就是 其實說了 有改變 你自己的感覺 那其實還有就是 要注意些什麼呢? 還有其實要注意就是 我好像在這裡這樣寫了 就是剛才說過 正和負 那其實我們的結構可以怎樣呢? 因為其實你寫這封文章給朋友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例如我想有三個改變 你可以是改變一 說完改變一 你又再說 其實你對於這些人的感受 你覺得其實是好還是壞 為什麼好還是壞 哪些人要去罵 你都說了這些 那第二個也是這樣 第三個也是這樣 其實你把三個結構都差不多 並列在一起寫 都已經OK的了 都夠玩的了 那另外其實怎樣說 Change呢? Change 其實我有一個技巧 提到你們 你可以說其實就是 以前是怎樣的 現在是怎樣的 那再加上些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改變了呢? 譬如說 我明明以前 有很多賣小食啊 小店啊 那些 為什麼我現在讀完孫回來 好像屋孫商樓下面 一間都沒有的 為什麼會變成圍康啊 或者可能會變成大家樂啊 這些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以前小時候 有很多回憶 為什麼不見了呢? 這些其實是可以說多一點的 那接著去到下面 感覺 感覺其實是怎樣呢? 當然其實是講你的心情 或者你的感覺 再講就是 其實究竟誰要扭 好像我剛才要拿去變成的 還有就是 哪一個其實是 其實是很好的 我們其實應該要 加他 給他一個credit 其實你可以交代一下 然後你就要再交代 我覺得其實寫任何文 都一定要注意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他要變成 為什麼你覺得 其實他很好心啊 我們其實不要忘記了 他做過的事情 都可以的 但是你也要說 為什麼 還有加些什麼呢? 你可以加多一點點 其實就是 你覺得 其實就是 如果這樣 其實那個改變趨勢 繼續下去的話 將來會怎樣呢? 你覺得是樂觀 還是悲觀 為之 其實就是 你整個東西 講的感覺 這裡 叫做完整 那最後還有些什麼呢? 最後其實簡單點說 有個Ending Ending 其實很多人很老套 經常教你那些 叫做 你幫我問候阿伯母 正正中中 其實叫做 問候別人的娘 這些叫做 但是其實 你是不是要 試試寫personal letter 都只是說 問候別人的娘 我不會 這個問候真的 表示一種關心 其實就不是很老套的 其實有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做一個 叫做首尾呼應 什麼叫做首尾呼應呢? 記不記得我們這次的 topic 其實有關於一個地方的改變 還有其實 你對於這些改變的感受 其實你很簡單 譬如說 你寫了一篇 letter 給你的朋友 你當然其實問些什麼呢? 你問到其實就是 我以前來這裡讀書 譬如說我以前去英國的Manchester 其實究竟現在的Manchester 不是以前的Manchester有沒有改變 所以其實這裡 如果可以這樣 譬如說很簡單 記住了 寫這些文章 Informal letter 記住用一些比較簡單的英文 其實就是很好的 記住不要用心字 譬如說好像這裡這樣 What's going on in Manchester? 其實現在Manchester 變成怎樣? 搞成怎樣? 之後這裡可以再說 其實因為 其實有一個地方的改變 其實這裡說什麼呢? 其實我想 實行有些改變了 I bet something has changed as well 即其實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都變了 I hope most good changes 譬如說你都好像這裡這樣說 我希望其實 都希望變得更加好的 不像香港那樣 現在這個 烏煙瘴氣 你可以這樣說 接著就說 Tell me more about that when you write back 好啦其實 次次寫信 不是經常教你們 要回信 就是增加有性 如果你這樣寫 其實 Write back soon 我會覺得不夠 反而其實就會說 其實有一樣的 大家共同的話題 或者其實根據今次 其實作文的題目的要求 其實就是用這個來做一個 引發到其實 你的prank friend 可以其實 下次寫信給你的時候 其實有什麼回應 這樣其實就會真的做到 那種叫做 他是你的朋友 大家之間 其實有那種交流 大家會回信 其實這個技巧 我覺得其實在內容上 都要注意的 老實說 今次這條作文題目的 結構 審題 或者怎樣選擇 我再補充最後一件事 想起 Changes 其實可以類似這些 有什麼方法可以寫 其實有這個方法 就是角度法 比如說香港的改變 你找幾個方面去說 例如說經濟的環境 例如說租貴 買東西很貴 比如說小時候 買叱測糖 都是2-3元一盒 現在買10元一盒 升價升了幾倍 你可以說一些很日常生活的例子 未必是一些很嚴肅 或者很複雜 或者甚至乎太過政治 不是說不可以寫 不過其實這裡 我會覺得 例如說一個朋友 除非你是政治宅 除非你是政治宅 否則 你應該不會說這些很嚴肅的事情 其實我會覺得 你可以就著文化 例如說 用不使用iPhone 這些日常生活的例子 去想一些例子 去寫 其實你都可以的 好啦 我暫時的提示是這麼多 之後就會有其他東西